查阳后第56天 天阴无雨 河高两尺 赖轻松一如往常般的孙蚕醉 随手剪螺除草 剪的是无处不在的福寿螺 除的是稻子的亲戚拜草 时序入眉后 田间主要的农士就是这两项了 像这种就是农夫很讨厌的拜草 所以农夫在田里面通常都会把它折掉 然后直接把它塞进泥土里面去 再塞回土里面 做肥料 坚持自然农耕 无农药栽培的重道方式 让赖轻松的田里生态丰富 有螺有蛙 杂草难尽 甚至还有鸟儿在田间竹草产乱 安家落户 这个时间水稻长大了 农人比较不会下田来 然后他就繁殖期也到了 在里面很安全 他就开始到处去繁殖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不是很大的危害 但是农夫有时候会母干 他会把你的水盖 刚才那个下面那个窝的材料都是我的稻子 虽然损失了一些稻作 让赖轻松很不舍 可是与万物共生 是赖轻松做农的原则 十年前赖轻松放弃去日本攻读博士的机会 回到太太的故乡宜兰 乘租了一块田地 开始去绞种田的农夫生活 他尝试完全不使用农药 与化学肥料的自然栽培法 成立股东俱乐部 不但开创了一个新农业的产销模式 也影响很多人选择尝试农村生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赖轻松归农十年的农夫人生 欢迎我们今天真情意台湾的主角 志愿农民赖轻松 青松好 大家好 今天请你来 我们刚刚也在录影之前一直有聊到 关于志愿农民这件事情 其实我曾经看过你在TED的一个演讲 其实你在最后的时候 你也售出你那件T-10后面就写志愿农民 全场拍手 因为我想能够发这样的一个志愿 真的不太容易 那是一个过程 可以先讲一下 你到底当时是怎么样决定回到农村 是 其实因为 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就从我小时候开始说 我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父亲经常失败 那所以我们一家四个小孩 那还有我妈妈都搬到台中的乡下 等于是投靠我爸爸的爸爸阿公 那他那个年代的台中大雅的乡村 是一个很纯普 然后还是真的跟以前很一样 就是养水牛 养鸡养鸭 然后种水稻 然后还有冬天种小麦 种很多蔬菜 一个很单纯的乡村生活 可是那一年的生活就 让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虽然生活上面 物质水水平比较贫困 然后很多事情 你永远住不完的农市 其实小孩子也一样 可是他跟我后来又到台北来居住 然后甚至在之前住在新竹市 市里头的那种生活 其实非常的不同 我觉得可能是我在看过 人的都市生活跟乡村生活 完全不同样貌之后 在心里头埋下了一个种子 小时候你对农事的感觉是什么 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我阿嬷她很会种蔬菜 然后通常都会拿到市场去卖 但她需要人手 要小孩子去帮她除草等等 只要每次我阿嬷告诉我说 明天你们要来帮忙了 我心里就会想 祈求天公 土地公 保佑 明天赶快下雨 我不想要夏天 所以夏天在你小时候的印象里面 它就是一种辛苦劳累 辛苦痛苦的事情 那这样子一个过程 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一个 归农的一个决定 其实我想是 刚好我出生的年纪 然后我成长的时代在1980年代 是台湾所谓经济成长 起飞到一个程度 大家开始意识到环境已经付出代价 各地都可以听到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 然后开始有社会上的民众 地方上的人民众开始犯公害 因为她觉得她再也忍受不下去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 就选择环境工程系 你真的感觉到 在污染那么严重的那些排水管 然后各式各样的污染的黑水 排出来的外面就是一望无尽 你很难想象说 这个是当时我们家 已经遭遇经济变故 然后 辅育我们 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得以安生立命的土地 但是 我们为了赚钱 这样子的去糟蹋它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清松带来的米叫 清松米 对 你当初第一次看到自己 种出来的米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因为第一次种出来 我想那个过程是很波折的 是是是 然后看到米终于出现了 而且产量应该也不如预期 栽种的过程当中 心情又像洗山温暖 也像坐云霄飞车 因为我们完全不清楚 它为什么这时候会长得好 然后另外一个时候 又长得不好 那只要隔壁的 你这样把米讲的 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哦 完全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发脾气 因为我是新手妈妈 对 重点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农夫的角色 跟妈妈的角色 或者老师都很类似啊 因为他就是陪伴生命成长的一个 一个一个陪伴者 但是如果你有经验 那没有问题 你看习惯了 那你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但是对我来说刚开始 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小孩高兴我就高兴 到只长得漂亮 我就比谁都高兴 他只要过两天太阳出来 他开始营养不良 隔壁的老农夫再多说两句 啊 健哥 这样 因为 哦 真的很难过 我也是他种人好吗 他们当然会比我们好一点 哦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一直到那时候自己下去晒谷 然后倒米 年好再出来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了 但是真的会觉得苦尽甘来 啊 终于 终于到了这一天这种感觉 对 当然你看到 自己的发想 是我当时在 祖父联盟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从事有机农业的朋友 我看到他们的困境 当你必须要自己决定栽培的品种 数量面积 然后到时候全程管理之后 再来找买主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全然继续一下 只要你卖不出去一天 你的东西就降价一天 因为农产品新鲜度非常重要 那成本也会增加 即使你冷藏 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先找到 对这样安全的农产品 有需求的消费者 把这一个怎么讲 共识建立起来的话 其实农夫就不会完全在 老天爷的时候受到烦恼 有一些股东到底一开始是怎么来的 后来当然口耳相传了 是是是 可是一开始呢 嗯 很重要啦 其实刚开始的股东都是朋友的朋友 哈哈哈 用人格保证人格 嗯 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农 所以他都很想要自己有 有一个努力的过程 但是终究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管道 能够让他 呃 让更多的人买到嘛 对对对 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用心 是 所以有了一个小农市集 哦 是 接下来我们透过一段的影片来看看 其实你跟你太太也很努力哦 是 你跟这些的农友们 大家就是有一些经验的交流 甚至我觉得感觉上 就好像是朋友一样 我们先来看这段的影片 宜兰演艺厅的广场今天特别热闹 在这个周末的早上 来自不同乡镇的友善小农们 带着自家栽种 无独自然的新鲜蔬菜 和农产加工品 要让宜兰乡亲们 享受绿色消费的美好经验 咦 去年你都有动啊 对啊 去年都有动啊 对啊 那自己从现在开始 采集 对对对 我们小朋友超过去 大宅院友善市集2009年诞生 当时赖清松跟一位好朋友 阿宝 希望让友善农耕的种子 在宜兰发芽 于是整合了在地小农 以产地直销的方式 来建立销售通路 每个月举行两次的友善市集 就是跟消费者 直接对话的好机会 经过多年的努力 赖清松交了很多好朋友 也常常帮大家解决各种难题 其实米小阿姨啊 她在很多年前 应该一二十年前 就开始种有机蔬菜了 那今年开始到我们深沟村里面来 然后我也帮她租了一块地 大概两三分地吧 让她去种稻田 等于现在就到我们村子里面来 增加我们村子里头 友善耕作的阵容 她是有机构构的老前辈 今天这个都是爱自己做的 对 她自己做的 因为她注重有机 跟那种健康的观念 其实已经很久了 可能应该有二十年以上了 对 二十七年了 二十七年了 你要告诉她 就在赖清松忙着 跟农友交换经验的同时 太太美红 则以实际的消费行动 来支持农友对环境友善 对生态无害的坚持 他们知道 唯有让徒弟的生命有序 万物才得以共生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 大宅院友善市集 对对 我觉得现在当然台湾的这种 你说大家回归农村的情况 尤其在年轻人 好像有一种小小的趋势存在 对对 那这样的小农市集平良心讲 我觉得对于这些 想要不管在农村里面 找到自己的啦 或者是找到那种 跟土地之间感情的人 来讲她非常重要 是是是 对 你说你的构想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当时是我跟阿宝 有一位我们也是宜兰的骑女子 她在泥山上面 种植自然农法的果园 然后 因为她本身是 在这条道路上面的先行者 所以她很明确的意识到说 当一个农夫 不论她在土地上多么的用心 如果她生产出来的 优良的农产品 得不到消费者或者市场的一个 认可或者是说支持的话 其实这一个 我们说功德 它并没有圆满的 它只做了一半 所以我们才在2009年 比较鸡婆的啦 去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 开始创造 营造这样一个空间 跟场合 让小农们可以轮番上场 然后在那样一个场合 让都市的消费者进来 然后在那里可以产生对话 因为其实农夫 我想大多数选择做农夫的人 要求真的不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 所需要的一个生计的基础 可以透过他劳动的所得 来换取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市集 当年确实发挥了一点这样的功能 我觉得是蛮难得的 这照片是你带来的对不对 是 那所以拍下这照片的心情是什么 嗯 右边是我有一块已经 管理跟照顾大概七年的农地 今年终于插上牌子 因为地主可能本身财务的关系 他必须要出售 那左边这一张是就在我家的后面 那已经已经出售了 也是我已经栽种了相当长时间的一个稻田 那已经卖出去 然后人家在盖房子 不断一车一车的石头 跟那个建筑飞土往田里倒的时候 我知道那是一块很肥沃的田地 因为我种了那么多年 我是 这我有点像送行者 一块本来活生生可以喂养人 人们滋养人的身体 跟心灵的土地农地 就用水泥这样把它封起来 很难说 因为土地毕竟不是我们 我们是租用的 然后管理 我们陪伴他很久 但是他终究不是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他的命言 还会有一个问题出现 不仅是说 你们可能看到大家都来了 不管是任何原因来了 那还包括了 你们要种有机这样的一件事情 也面临了跟其他 可能邻近的农夫们不一样的想法 这个也是要去沟通 或者是说 也会像你刚刚出现那种心情 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样 我要怎么办的那种想法 是是是 就是所谓的林田污染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 水源干净相对封闭 而且景色有美式和人住 人人的居住 然后土壤飞沃 那打算要在这里 可能好好一展报复的时候 隔壁的农夫出巢进来过来 噓 噓 隔壁的农夫 然后隔壁的沙虫气这样满天飞舞 我心里一直想 是什么样的原因跟理由 导致这些农夫必须这样卖命 去生产这些东西 那但是反过头回来说 当年我回到 你乡下 选择当一个志愿的农夫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头已经相当清楚 我是非常想很多想太多的A型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将面临 面对这样的环境跟困境 但是我心里头其实有一个理由 非常的足以说服我自己 接受他们这样的操作 因为如果不是前面 世世代代一两百年来 这么多农夫前夫后继 把一片顺草不生的荒凉河川地 开垦成为这些万寝良田的话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不会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家园 可以去管理跟操作 过去这三四十年来 是这一群喷农料跟化学肥料的农夫 勉强维持的这个农村的生命力到今天 当然它越来越弱 但是他们的作为 其实老实讲我认为自己无权智慧 如果我有办法帮助他们 把价格再卖好一点 鼓励他们转做有机农业 如果没有办法 我想办法在我的农历范围内 把我田梗里头的田地好好做 对他们还是怀抱感恩 大家一起努力吧 这还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那接下来当然 轻松你自己回到宜兰 就是属于太太的娘家嘛 这样的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 包括对农业对环境的熟悉 都是从头开始 但无非就是你希望可以为了教育 你希望给孩子有一个他可以自由奔跑的空间 对 他可以接触自然的空间 不要这么多的束缚压力 是 所以接下来透过影片 先来了解你的家庭生活 再来谈谈你对孩子的教育是什么 好 你再给他一块注意 你再给他一块注意 不要太多 不会 假日的午后 赖青森忙玩天理工作 和儿子一起喂喂小乌龟 是快乐的亲子时光 打猎高手 什么都 每天都会抓一些东西回来 对啊 不论是夏天务农 还是喂养鸡汁 孩子喜欢做就一起来参与 不喜欢也没关系 爸爸走的路 不一定要成为他们未来的路 屋里看不到电视机 只有数量惊人的各种藏书 阅读是全家人共同的休闲活动 你全部都是这东西啊 妈妈都 哎 瓜乔董事的大女儿 是妈妈的好帮手 不同于一般青少年呼朋引伴的 假日生活 主动帮忙家务 是这个家庭孕育出来的教养 我比较定位在那种与伴 对啊 就说哎 这个北部活不够忘了 我也不太能够教他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让他自己在一个比较 还比较安稳的环境里面 然后发现他自己的专长吧 我觉得生活还是快乐一点 蓝青松念完硕士 又绕了一大圈才找到自己的路 所以他很希望孩子知道自己要什么 从小培养自主学习的动力 未来才能在自己写的人生剧本里 乐在其中的生活 这就是你想要给孩子的环境吗 嗯 应该是说就是我找了一个方向吧 嗯 对 所以他们也需要像你小时候那样 就是说一起参与农事这样 这点我做了修正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怎么样修正 就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村子弟 会选择离开农村 就是因为在乡村没有自由 因为乡下的太多的家事 像我刚才说的 你只要有吃一口饭 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劳力 可是我觉得 嗯 如果农 务农是一个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的时候 嗯 或许可以不要这样操作 家务事我觉得合理的范围 大家都在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嗯 可是如果是田里头的事情 嗯 职业是爸爸选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们如果乐于协助 我很高兴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也不要勉强 至少不要坏了他的胃口 我们今天整个访谈的过程里面 就听到你有好多好多 那种对于生命的想法也好啦 或者是说对于土地的感情 可是教育这件事情 从自己家里好了 你的孩子们你怎么去 告诉他们爸爸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 嗯哼 其实我没有特别这样的作为 说真的 但是当然对教育我有我的想法 像我们那个年纪 那个年代 在台湾整个升学主义 压缩到最高峰的 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 哎 至少我把这一个框框拿掉 嗯 就是要不要念书 没关系 成绩不好 我不会动辙打骂 那我会告诉你 你真的不喜欢这个科目吗 或者是 哎 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你需要努力 要帮助我可以想办法 一起来突破这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 嗯 可能 做其他的事情比这个有趣 嗯 那你自己 这样接下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或者你可以自己承担 但是 我给他的一个东西 我想很专程的是 对教育 来说 其实没有东西比身教更直接 嗯 嗯 我的女儿跟儿子 经常会跟着我们到各个地方去演讲 他大概听我讲我的人生故事 可能不超过两百遍 我为什么选择农库这件事情 我不断去演讲 我还写文章 我还弄成书 甚至还拍成一个广告 我想他 应该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在身边做给他看 那 他会知道说 一个人 如果要活着向自己负责 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但是 老天有眼 终究你会走到 那个你想要的地方 如果你真心有所求 这就是你的孩子画你 你对他们心中的形象 哎 在当时啦 对 看到孩子画这个图的时候 你的下发是什么 他还是画得非常色彩缤纷 就是没有 爸爸虽然是很担忧 或是有一堆 对于这个 这个田怎么会这样的一堆问号 可是他感觉起来就是 那个色彩是亮丽的 嗯 因为这个色彩 每天都充满在他的生活周遭 对 我觉得这个 当时我看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画这个东西 是不是学校的作业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至少我提供他一个看似 不错的 创作的品材 哎 我觉得也不错 有太阳 然后有水道 有风 有水 然后有汗水 感觉就是你希望他感受到 他都有感受到 再来看看 长大之后 女儿写了什么 女儿在学校少刊上面 对 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赤脚 对 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了 我看了 你觉得这当中哪一段文字 让你觉得 对了 爸爸就是要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我觉得 他整个描述下来做了一个画面 那我觉得他里头有一段是这样说 他说 还记得小时候 最爱在傍晚西洋西夏时 踩着脚丫搭搭搭的跑到田边 换医生 把吃饭了 这时候 刚刚买手在道间的那浓 浓人便抬起头 笑了笑 一大掌 附上那小手 赤脚布在田梗上 然后 在夕阳远晖之下 漫步大快 赤脚感受 母亲的体温 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就是 嗯 跟我看见的好像是 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写实 也很传神 我不假 掩饰的 在我的孩子面前 呈现他的父亲生活的一个样貌 我的忧愁 我的努力 我的挫折 其实我不太隐藏的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直接 将来长大你会看见 你有可能自己要走过这一段 但是我的父亲当时没有让我看见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我女儿 嗯 其实我蛮感谢大家的 嘿 让我有机会 嗯 重新去修补这一个两代之间的学分 今天非常谢谢秦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透过很多的媒体或是 呃 资讯了解到你的想法 我们也希望大家就说即便你不是个农人 不是个农夫 但是你依然有机会 你可以去感受到 呃这些 新农夫运动 这些像秦松这样的年轻一代的人 他们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其实很重要就是爱护我们的大地 是 天发谢谢你 嗯 谢谢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